4月4日清明节即将来临 于中华民族来说 清明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与端午、中秋并称三节 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 家家户户于此日前后都会进行扫墓 祭祀先人以表达孝心 是亲如亲在 然而在祭祀先人的同时 也有许多应注意的细节需坚固 以避免造成无名伤害困扰 维新圣教宗主混人禅师 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所传妙法中 即有清明扫墓诸多应注意的地方 例如扫墓不一定需要在清明节 应依祖坟坐相来责取即日扫墓 而扫墓时三煞坊不可以铁器除草、洞土、挖土等 例如今年成年 则坐南向北的祖坟就寄洞土 若是生小孩扫墓 最好择日 一定要避免三煞日扫墓 扫墓过后若犯煞身体不适 可用磨草、盐、米、符令等洗脸和身体 可以化煞等等的妙法 皆在维新圣教《妙法谱传》一书中有记载 宗主也于各界授课中 以及维新电视《维新天下事》中 曾随缘开示 扫墓时需注意祖坟四周变化 若有挖坑挖洞 或是祖坟裂开 墓碑裂开 发黑等种种现象 祖邻不安 对于后世子孙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需立即处理、简骨拿起来 放入塔中即能人人平安 大众若有扫墓相关问题 欢迎请教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法师 能为大众解答疑难、保平安 维新电视台中报道 保平安 年轻人 Anderson 全部钮